巫师牧师 哈喽亲爱的观众来们大家好 这里是蜘蛛射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巫师牧师 巫师它有什么技能呢 它有一个诅咒技能 可以诅咒一个船员 一旦有人靠近这个船员 巫师就可以无视距离 发动献祭技能 被诅咒的船员 旁边的人就会被献祭 完成献祭以后 被诅咒的船员就会解除诅咒 这个诅咒非常厉害 可以献祭所有人 包括船员和内鬼 以及巫师本身 发动献祭的条件 是需要在地面上的 如果巫师进了风管 是无法发动的 刚刚我们说 可以献祭任何人 现在我们给小白一个诅咒呀 然后我们测量一下 献祭周围的人需要多近 可以看到我们献祭技能亮的时候 就是我们能发动的距离 总的来看的话 应该是两个人的距离 所以巫师发动献祭技能时 一定要远离穿越两个人的距离 才能保存自己的安全 此外献祭过程中呢 巫师会有两秒的硬质 在这期间 巫师是不能动弹的 好的 我们来尝试一下 实战状态下 巫师模式该怎么玩呀 非常简单呀 就是下咒 然后脱离现场 躲起来献祭 开局船员会去打卡 我们到关联室打卡机的旁边 等船员过来呢 顺便当做假任务来做呀 好的 我们冷却快结束了 快点呀 千万不要让他们都跑掉了 我下咒了 但是不知道点在谁的身上呀 有可能在Terry7的身上 我不太确定呀 没关系 等会他们可能去电梯室做任务 我们可以在这期间呢 发动献祭 我们的技能图标已经亮了 要是在Terry7的身上的话 我们得远离一点呀 不然可能会陷进自己了 哎 他跟上来了 我们跑出去再点心机呀 嘿嘿 正好Terry7跑出来了 哎 这走路姿势难道不就是 那鬼跑路的姿势吗 Terry7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哎 老师交代你刚刚做了什么呀 好了 已经有人帮我们去质问Terry7了 喜之神说的是谁呀 还要脸吗 Terry7 喜之神已经帮我们 执入了Terry7了 哎 干得漂亮呀 但是Frisk说是喜之神 哎 如果Terry7也投喜之神的话 那不如加我一票呀 三票把喜之神给票出去 看一下质票结果呀 我去 Terry7竟然猜到是我了 哎 那他危险了 下巴把他给干掉呀 然后再嫁祸给喜之神 这就没有人被票出去 哎 上去通过Terry7已经发动了一次献祭 所以在他的身上已经解除了诅咒呀 我们需要再等待一下冷却 再次发动诅咒 破坏了灯光 哎 大家继续修呀 正好趁乱给他们下咒 Terry7就在我们的后面 前面正好是喜之神 不如我们给喜之神下个咒啊 哎 好 下咒了 外面没有人了 我们发动信计 Terry7被刀掉了 很好很好呀 那现在我们就一口咬定是喜之神干的 容我理性分析一波呀 上去喜之神诬陷他世西是内鬼 这把他世奇被刀掉了 哎 肯定就是喜之神干的 这波必出喜之神 我们直接投喜之神啊 看一下投票结果 啊 小居和小兰都投了喜之神啊 哎 再见了喜之神 你被票出去了 可惜喜之神不是内鬼 我们才是内鬼啊 那后面我们不就赢定了吗 我们来想想啊 是献祭获得胜利 还是直接刀掉获得胜利 我们的冷却还挺长的 哎 先等一等警报的冷却时间吧 等快到点的时候 我们再破坏反应堆 我们先不破坏反应堆 给他们点希望呀 让他们以为能等到拍情报灯 好的 我们的冷却结束了 我摊牌了 我就是内鬼啊 来 我们破坏反应堆呀 这样他们就没法拍灯了 估计就剩五六秒了吧 哎 走吧走吧 来求反应堆呀 走吧走吧 求反应堆 不去吗 不去我们就直接结束游戏了 最后巫师获得了胜利 大家觉得这个职业怎么样呢